很多的實行經驗啊 以及他之前在實行那間公司的產品 其實我是非常喜歡的 大家有聽過Who's Call這個APP嗎 就是這個APP它其實是 就是如果你打電話進來 然後你會知道說 現在打電話給你的是誰 比如說我跟蔡薇德 他在Facebook上面有他的資訊 或他在哪家有留過資訊 所以蔡薇德打電話給我的APP 就會請問說 蔡薇德經國三號創辦人打電話給我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比如說他是廣告電話 或是什麼垃圾電話的話 其實打進來你都會被卡掉 那這就是他之前在實行公司的產品 那接下來他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實行故事 我們請歡迎蔡薇德分享 哈囉大家好 我叫王蔡薇 然後 這邊大概是我的就是基本介紹 就是 因為我今天在講實行 那必然站下我就是有 就是剛好有就是 就是兩次實習機會 那這兩次實習機會就是比較不一樣 就是一家是新創公司 就是剛剛那個薄欣幫我介紹 那個Postcode那個產品 那那是一家新創公司 我去的時候他才剛建立大概六個月吧 然後我在那邊就直接去實行這樣 然後另外一家是台達電子就是一家比較 比較歷史悠久的部分 跟客人會一輩子都不會有接觸的一家 就是業務網來的一家公司 他可能 應該有聽過他的一些場地名類 然後下面其他的經歷就不太重要這樣 那今天呢 就像我們用一種非常輕鬆就是 愉快的方式 反正在座的各位大概已經都不太需要實習了 所以我們就用一種看動畫的心態 我們來開始這趟的旅程吧 對 然後 我今天要加的是實習分享 然後我們現在就進到我們的一知一會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實習呢 好像沒有人想要知道 大家在工作 那接到這個 沒關係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個動畫 然後歡歡樂樂的度過這15分鐘吧 好 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實習的下水道裡面 好 那就是其實實習呢 就是一般人很多啊 為什麼大家要實習呢 那我這邊歸類的幾項就是 其實大概 無外乎就是要驗證所學嘛 或者是說你可能想要就是 藉由實習的機會去累積人脈 那當然你有可能就是要增加你的溝通的力 因為這方面是我接受的部分是比較多資訊類的 他們很多人是覺得他們自己生活在 學校的象牙達裡面 他們就很少就是接觸到真正實際的東西 那他們常常是一個人做的事情在寫透的 那他們就想要出去就是直接跟人家溝通看看 他們做的東西了 等那些到底有沒有用 或是要怎麼跟人家溝通 那當然就是大家也會想要了解說 欸 比如說我現在念資館 那我接下來我這個方向的那業界的 他們的環境是長什麼樣子的 那或者是就是想要借死你就是賺點小錢 這些都有 那當然大家有時候總計一句話就是你想要變強 然後你就去實習 那這邊呢其實就是我自己呢就是 當然我去實習的時候這些都是在我規劃裡面 但是其實我最後實習結束啊 我覺得最重要留下來的呢就是 它是其實就是它一個過程是一種生活的體驗 那那些東西其實變成只是額外附加的東西 重點之說就是這個體驗的 就是整個體驗的感覺 就是為什麼就是 我現在就是要介紹一下 我實習的就是 這兩家公司我大概大概講一下 就一個GoGo Loop就是做HOOSCO的那個 呃 大家有聽過 因為最近他們其實蠻紅的 他們之前有被LINE收購 大家有聽過嗎 有 有啊就是那他們在心上就是算是 台灣之心 不是那台灣心情 台灣之心 就是心上產業還蠻厲害的 被一些Findlight收購 然後就是疑似之間爆風 然後另外呢我實習的就是這個 Delta呢就是剛剛也大概講過 就是它已經就是四十幾年 算是小有歲月的一個大型 在台灣算是中型到大型的企業吧 應該也不算小 那我就 其實我這也是規劃 就是一家新創公司 我去體驗它的過程之後 然後我就忍不住的想要去看看 這種大公司的環境 它是怎麼樣的 就是一個生活環境這樣 那我這邊要介紹一下就是 就是這兩家呢 就是一家新創公司嘛 然後制度的話 因為我這邊原本是設計給 真的是想要 可能想要去實習的 就是大學生或高中生 所以我這邊有講 講一些比較 就是Detail的東西 所以它制度就是一邊 就是責任制嘛 就是你上下班 就是你只要把東西做完 但是沒有明確規定 明確規定說上下班的時間 那時候在這邊實習的時候 常常就是 我們就連實習人都會呆到七點八點 但是有時候十點才走 就是那是一個殘忽人物的回憶 但是你又每天好像過得很充實 然後那邊給我打卡字就是 就是反正那邊 時間到了你就是要走就對了 然後就是一種非常不一樣的生活 然後壓力程度呢 就是信用公司的壓力 真的就比較高一點 然後在像這種 我那邊大概是研發部門的地方 那邊其實 因為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種資訊業的研究部門 他們其實就有點像是 好像大家也沒有去念研究所 就是大學的研究所嗎 就是去念研究所 就是有時候想要看看論文 然後有專案的時候就做一下 就像是那個期末報告的感覺 然後大家拼個一兩個月 然後把報告拼完之後 然後大概會有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繼續進行你的個人研究 就是可能會 有些人可能要寫論文 那有些人的話就是繼續 學你要學的 比如說你要想學的新東西 就那邊的自由的空間蠻多 但是就是只是 你每一到五就是朝九萬五打卡 過去上班這樣 那壓力其實還好 然後在成就感的部分 就是如果大學的學弟呢 你想要去實習的話呢 就是 啊這邊沒怎麼講 日程就趕快變得很高 那邊很高一邊低 然後不知道到這邊 就小公司的話 大家其實那邊的氣氛都蠻熱絡的 但是在那個大公司這邊呢 他的單位很大 雖然人很多 但是其實你接觸的這個區域的人 其實非常少 就像我們在那邊的話 那一棟樓大概也是有幾百個人 那GoGo路那邊就是頂算 這樣一個實習生 就十五個人 那我那十五個人 給我每天都叫我出名字 但是在這邊呢 我同部門的大概二十個人 大概二十到三十個人 但最後 我一個名都不記得 不知道 大概只記得大概兩三個人 只會想跟你吃飯 但是他們互動其實很少 就是在這種 嗯 比較大一點的那種資訊類的公司 其實他們公司內部比較少互相在交流 你大概也不會知道說 你那個聽旁邊的人 他們可能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給我蠻大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雖然我有 其實可能這有人會覺得說 這是人的問題 但是我其實也在那邊也蠻積極的 跟大家想要做共同 但是其實那邊的環境 本來就會比較壓抑一點 就是他的差別所在 那薪水的部分的話 這邊也是 因為真的要實習的話 就是你這個要考慮一下 因為像我們那時候 有些是從南部 有些是從 就是中部 就是到那個台北 這兩個都在台北實習 那一個學生 你要實習 你如果想要出來 那兩個月 然後你要跟你爸媽想說 你要出去實習工作 那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問你說 你的 就是住啊 吃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薪水雖然有點 談起來有點 但是我覺得在學生 如果你真的要去實習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 考慮到這個東西 那在薪創公司的話 他的成就感 就是當然是比較高 但是他薪水通常會比較低 像是我那邊的話 甚至他們是 就是有人是幾乎 就是拿三千塊 或是沒有拿薪水 在那個時候 但他們現在那個 境況比較好 他們現在薪水大概開的 會比這邊還高一點點 就是 也有可能 但是就是我覺得 這是大家在挑 實習工作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我接下來就稍微講一下 我在這兩家公司 分別就是在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會導致我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一邊有成就感 一邊沒成就感 然後壓力的那種感覺 就是在那個 勾勾路程呢 其實他主導產品是 HOOSE CODE 對不對 但是我進去不是做HOOSE CODE 我進去他們很敢 他們非常的敢 給那個實習生做事情 他們直接拍了一個 算是蠻大的一個project 就是他們未來公司 企劃了一個大的project 然後直接一個大的 就是一個支撐的程式設計的人 然後帶全部所有實習生 就是做這樣的project 他們也投資了蠻多錢 大概 以前他們 就是他們投資蠻大一部分的 金錢跟人力在這裡 那時候我們的成果其實也還不錯 就是其實兩個月 在那家公司 我們就一直在寫這個程式 一直在寫code 然後 然後就是那時候進展也還不錯 然後就寫這個叫Circle 就是我們一個MDB軟體 那時候的成就就是 就是那時候在Google Play的社交上 就是也有曾經一度達到第一過 就是算是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蠻成功的一個APP 但是那邊的生活就是 你每一天就是一直在趕程式 一直在趕程式 因為畢竟我們學生出去 就是其實自己也會給自己壓一壓 就是一直想要就是一直拼一直拼 一直拼 然後那也是那個環境帶給你的這個感覺 但是最後出來的東西 就非常的亮眼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全面的一個產品 然後就是也有就是 就是最後的成就也還不錯 那Detail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來跟大家討論 那這也是開啟了我日後就是 就是對APP有興趣 我自己個人還有跟別人合作 有寫很多相關的APP這樣 然後在那個Delta呢 那時候我做了一個專案 叫做大樓節能的一個專案 那我在裡面負責的呢 非常特別是做問卷設計 但是問卷設計 我在那邊其實有想很久啊 我把問卷設計弄得比較 不一樣一點 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那邊的人呢 他們非常喜歡Excel 就是在那裡 他們非常喜歡Excel 然後但是他們又很討厭 他們根本也不會用那個什麼 就是Google的問卷設計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 我就搞了這個就是 他用Excel 然後丟到網頁裡面 然後自動幫他產生問卷 就像這樣 就是丟進去之後 然後就是幫他把那個縫啊 然後那個問卷直接 把他全部都設計好 然後他就可以 用一次要填表格 然後把問卷設計好 然後再給他要的人填寫 然後那時候我就做這個 然後這個我就做了一個禮拜 剩下的一個月又二十幾天 我全部都做在那裡做你的甘心 就是 就是那個環境也不一樣 因為他們步調慢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 在Google新創公司的時候啊 那個Mintal會比較 一直頂著在叮嚀 那在大公司的時候 因為他們自己也很忙 然後 他們就有點狀態又不會太大 但是他們又想要嘗試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那時候會請 我大概實習生啊 就會造成這種現象就是 可能你能力夠 那你可能做很快 但是其實 就是 你也不需要這麼快 大家如果多大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問啦 但是只是我稍微分享了一部分這樣 所以那時候 其實都得做很多事情啊 寫程式的部分是一個禮拜 比如說 但是就是前面其實還要看很多 就是節能的相關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是說大樓節能啊 那時候就是 光是這些項目 你大概每一個都要先了解 你才可以去調整那個問卷的長相 然後就是大概 那時候做這些設計啊 然後 節能辦法的整理 然後 然後再想那個縫要怎麼產生這樣 就是 也算是繁瑣啊 那 講到這邊 我的演講就莫名其妙就結束了 然後 就是如果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 就是直接 我們進入到一個QA的階段 那如果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人 就是可能 將來可能會去實習 或是 想要了解這部分 等嗎 欸 你是怎麼找到Bubble 是他們在晚上整排的 就是前面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那個經濟裡面 有一個那個 曾華伊丁信用大賽第二 就是我那個作品 跟他們 揭曉的那個作品 就是很像 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 然後 那時候剛好就是有 他們有 他們還有 派那商業間諜 不是啦就是 就是他們那個商 那個Business的人 還有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就是那時候放在那個 哈密上面 然後我現在下載人數好像 十個人還八個人 裡面有一個就是他 就是裡面有一個 然後但是 欸 可以幫我再點一下最後一個 那個 就是 沒關係啦 就這樣 就最後一個放鬆就好 然後那時候 就剛好他們想做嘛 所以又找我 就是問我們說 然後老師剛好 我們老師也認識他們 就是我研究所老師 所以就介紹我 然後跟他們接洽 然後就去那邊 做這整個專案 對 不知道人家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有有有 對 然後 就是 你針對面試 就是不知道面試嗎 但你針對面試有什麼 一些見面 喔 面試喔 嗯 我覺得 主要是你 實習的那個公司啊 跟你的 其實我之前都有做過一些準備啊 我去台達的時候啊 我有先去看他們部門 大概是做什麼那樣的事情 然後我在我的履歷裡面 都會 加很多相關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 現在其實面試還蠻自由的 像我那時候 就自己帶那個電腦去 然後 我就自己有做那個 自介的 自介的投影片 然後還有 所有做相關的 相關的那個 專案 然後都放在裡面 然後去介紹 儘管就是你只要把那時間填滿 夠豐富的話 我覺得主管或是 用人單位都蠻喜歡 你這樣子 對啊 你可以 因為現在如果假設 你現在大一嘛 你可能大三 或是大學畢業 想去實習的話 你就是可以趁這段時間 所以去準備 你那些所有的經歷 就是 其實這樣應該會蠻好上 我覺得 可是那後面 你有微軟實習的高雜 就是高手啊 是不是 你可以問他 因為我覺得微軟搞不好更冷靜 因為 然後 如果大家會 因為 對啊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 就是實習 或者是 我有其他專長 像是什麼 OL基因之路之類的 沒有 沒有 那如果之後如果你要工作的話 你會覺得 想去新創還是去 欸 你這個就講到 我其實要補充 我的生活體驗 就是 我覺得新創的環境非常的好 就是大家都很想要衝刺 但是 就是回到就是 每一個人不一樣的關係 其實我研究所的時候 我也做了很多 就是想要創業啊 或者是 像是我前面有很多什麼 創新創業競賽的一些比賽之類的 然後就是 也是 算是小有成就啊 但是其實我在這段過程中 我就真的發現 我真的要的生活是什麼 就是我在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GoGoLook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工作到很晚 然後有一天 我媽找我吃飯 然後吃晚餐 因為她在台北上班 我跟她約好六點 結果我們那個專案就是 delay 然後 因為我又是那小組的 私醫生小組的負責人 然後我們就不能走 然後我們就一直待一直待 待到八點 然後我媽就等我八點才吃飯 然後那天我跟她吃飯的時候 我就 就是突然就掉眼淚 就是覺得很難過 就是我以前陪我媽吃飯都 要她這樣等 然後 所以我下一次實習 我就直接找台大 我就想去看看 我能不能夠習慣到生活 然後 所以我最後 我現在在那個中華電信 研究院當那個 研發替代醫 大家都知道我的選擇 就是我覺得那個環境很好 但是 重點是適不適合你很重要 所以 實習是一種生活體驗 你要去 體驗不同的生活 就是知道說 那種生活才是真正適合你 那實習我覺得 才是它真正意義在的地方 對 謝謝 2號0秒 謝謝 謝謝 謝謝你沒有這個問題 救了 我現在在焦點時期 那其實我這個 這個暑假的時候 也有去報Fry Me 就是另外一個新創公司 會在那邊時期 然後 就是待過新創公司的感覺 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地方 可能會比較活潑一點 但是 就像剛剛從一提到 就是每個環境都有它的好處在 所以要看你 是不是真的適合那樣的地方 所以很謝謝 從一所帶來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是做 休息時間 我們大概休息個五到十分鐘 那我們待會下半場的分享會開始 所以現在呢 大家也可以跟你的 旁邊的朋友們做個聊天 像剛剛你們一開始 大家也都聊得很開心 那大家也可以跟江澤們做個分享 這樣 謝謝 謝謝